徐凤年的二次游历不短也不长 因为有北梁军的威慑 徐凤年也没有遇到太大的危险 无论是青州还是江南道 更多的是庙堂的博弈 从龙虎山到五地城 才真正有了江湖的凶险 在轩远家李纯刚想起往事 破开心结 一句剑来再入陆地神仙境界 此时的李纯刚 李纯刚再次回到巅峰 龙虎山再也没有人能够 越过李纯刚伤害到徐凤年了 唯一的可能就是在五地城比武的时候 趁着李纯刚不注意 偷袭徐凤年 五地城的厮杀 龙虎山有四大天使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老祖宗级别的人物 一个是得到三甲子的赵皇朝 一个是已经反补归真的赵宣素 赵宣素在前去五地城的时候 以一个小孩子的模样 混在徐凤年身边 看似人畜无害 实乃龙虎山杀招 徐凤年去五地城 自然不是他和王先知打 而是身边的这位老剑神 那一日 李纯刚戒满城 剑与王先知一决高下 一千九百丙剑 同时出窍 悬于高空 李纯刚与王先知出城入海作战 这一边徐凤年就危险了 赵宣素是落地神仙境界 想要击杀徐凤年 可谓是易如反掌 让徐凤年死在五地城 既可以嫁祸给王先知 自己又可以借机飞升 因为龙虎山与黎阳赵氏 因果纠缠在身 赵宣素不敢飞升 今日李纯刚剑开天门 正是他飞升的好时机 赵宣素身为陆地神仙境界 屏蔽李纯刚对徐凤年的感知 还是很容易的 不过他没有算到邓太阿的出手 桃花剑神十二并飞剑进出 使出兵解剑阵 这才得以击杀赵宣素 道家本就不善战斗 自然打不过邓太阿这种剑客 而邓太阿练的就是杀人剑 战斗力更为恐怖 但赵宣素临死之前 眼看飞升无望 借了一丝天机 将龙虎山的结束 尽数转嫁给徐凤年 纵使桃花剑神邓太阿有无法阻挡 东游西归 醒来的徐凤年坐在马车里 李纯刚的战斗也打完了 败给了王先知 能够在巅峰时期好好打一场 也值了 徐凤年身上的结束 都被呵呵姑娘吸走了 事后也不知道 呵呵姑娘的任何踪迹 身旁有邓太阿的十二柄飞剑 抹去了禁止 对徐凤年的武学之路 极为有用 自此这个旧邦易姿的邓太阿 开始了对徐凤年的宠溺之路 二次历练就此结束 但是在归途的时候 还会遇到最凶险的一战 那就是广陵江之战 这一战李纯刚一进破甲两千六 达到生平最强时刻 但此战后李纯刚 虽谈不上尤锦登窟 但身体也逐渐进入衰退 满城竞选北梁刀 广陵是六大宗室藩王赵义的地盘 在六大宗室藩王中 势力仅次于燕赤王 手里的兵马 多是顾建堂进京后解散的旧部 广陵占据了昔日西楚的地盘 而赵义能够压住此地 自然少不了心狠手辣 此人肥头大耳 于楚落山 定称南北两肥 虽然赵义长相丑陋 但是领兵打仗 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不过赵义极度好色 当年想要抢西主皇后的就是她 广陵王世子照票 并未获得世袭网替 徐凤年来到赵义的地盘 她自然想要为自己的儿子 争一个世袭网替 在广陵 徐凤年遇到了 燕之榜天下排名第二的美女陈瑜 说是要带回北梁 给徐龙相当媳妇 照票来抢人 自然是被徐凤年狠狠教训了一番 但是闯了祸的徐凤年 非但没有走 而是要去大燕机关朝 广陵水石天下文明 赵义身边的八千亲卫贝奎军 更是精锐 赵义自然知道 徐凤年是朝廷的心头之患 帮助朝廷除掉徐凤年 为儿子某一个世袭网替 自己也可以再进一步 所以赵义抱着拼劲八千贝奎军 也要把徐凤年留在广陵的态度 让贝奎军发起了灵力的攻击 但是徐凤年身边站着一位当事剑神 李纯刚也知道 这或许是他最后一战了 转头对徐凤年说 自己死前会留一分内力 将你送出广陵 这一战李纯刚斩去两千六百甲 一路杀到大延期 徐凤年笑问赵义 若本世子生死 徐霄定让你广陵 满城竞选北梁刀信否 不知道赵义是被李纯刚那一句 临死在拉一位藩王殿被吓到了 还是被徐凤年恐吓震慑住了 他怕了 那一日徐凤年虽未出手 但是却感到了第一次恐惧 回到马车后 徐凤年的双手依然在颤抖 如果赵义不惜一切 鱼死网破 徐凤年能够活下来 但是身边人包括李纯刚 都得战死 这一战后 李纯刚与徐凤年就此别过 看着李纯刚的离开 徐凤年突然感到这一刻 整个江湖都陪得他老了许多 广陵江一战 李纯刚自然是酣畅淋漓 几乎是平生最强的战力 这一战后即使命不久矣 也死而无憾 最后老剑神不愿飞升 也不愿老朽而死 他没有学 吕洞玄转世重生 他的剑道就是一往无前 错过 就是错过 生命的最后时刻 李纯刚在绿袍二的坟前 寄了邓泰扼一把剑 最后为后世剑道 开了一次天门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一甲子都没有离开五地城的王先知 专门前去看一眼故人 身后不知不觉跟了八千起 但是这八千起始终不敢 越雷迟一步